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们这次买了一兜子海白虾 然后听说这个呢 海白虾有淡水养殖的啊 也有这个海水里边的啊 然后咱们把一只这个海白虾呢 搁到这个鱼缸里啊 如果它能活 那就证明是这个淡水虾啊 如果它过一段时间死了 那就证明呢啊 它这个是海虾啊 所以咱们现在呢测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买了这个 三十多块钱活的这个海白虾啊 咱们 哎,拿出来一只搁在这个淡水里养一下啊 看看 看看行不行啊 咱挑一只 挑一会欢点的 这人感觉都死了 哎呦,我的天 就这只吧 来 这感觉放下来之后 感觉这个鱼缸 有点小啊 这虾太大了 别碰它 别碰它吧 这快挂了 不行,咱那找只欢呢 咱们感觉这只虾都快烟烟一吸了 我去 咱观察一下啊 看看这个能活多长时间啊 它能活过一天啊 我估计它这就是淡水虾啊 要过几小时就死了呢 那它就是海水长大的 它不是因为淡水虾 其实这只挺欢的 那咱们再放几只 刚刚那只好像不是特别欢啊 你看这只 这怎么放进去都蔫了都 这啥情况 这还行吗 这好像活过来了 不过这两只这个 大虾放我这小缸里 好像不是特哑观啊 它这虚子真长 哎呦,我天呐 哎呦,我天呐 你那只怎么玩啊 哎呦,天呐 那只好像挺欢的 这还跑啥子 不知道,它就,它就那姿势里 哈哈哈,天呐 哎,可以啊 咱后放一些那只还缓过来了啊 你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倒腿呢啊 倒着还挺快 好,那朋友们 现在呢,咱们处于这个观察阶段啊 看看过一段时间后 这虾能不能活啊 那能活,它这就肯定人工淡水养的 如果不能活 那这家绝对是这海水养的啊 好,那朋友们呢 这期的视频先倒着啊